When Matt Chong 订阅 MLB 银河 欣赏更多 MLB 专业文章 2023赛季即将开始 30支球队各自都有哪些会影响战绩的重大顾虑 请听作者讲述 马赛尔 奥祖纳在防守端明显退步 亚特兰大勇士队只能寄希望于他的大棒在火爆 摄影 菇利尔阿比拉尔 亚特兰大勇士队 Marsal Ozuna 拉后腿的老将在新秀培养 自由球员签约 重磅交易的无懈可击的运作下 勇士队已经是国联东部赛区的霸主 尽管费成费成人队和纽约大都会对来势汹汹 但以年轻球员为骨干的阵容依然被看好 具备冲击世界大赛冠军的实力 勇士队更可怕的是 他们找不到明显的缺点 即使明星游击手丹斯比 斯旺森李队 也有沃恩 格里森这样的耀眼星秀可以填补空缺 于是我们将目光锁定在年薪1800万美元的老江马赛尔 奥祖纳身上 他的处境更加尴尬 他曾是工房兼备的外场汉江 本在即交出了职业生涯年度佳绩 然而好景不长 近两年的OPS分别只有0.645和0.687 远低于联盟平均水平 上赛季左路的防守也一言难尽 完全看不出他是金手套奖得住 本赛季直接被安排到指定封线位置 由于高位摆动来球率和命中率方面 好去外外球进攻比例创去年新高 业绩反弹真的很难期待 有棒球数据专家预测 他可能会逐渐被边缘化 将场数压在100以内 减少伤害 直到他的烂合同到期 在经典赛场上庆祝完后 埃德温、迪亚兹倒下 影响了纽约大都会对牛棚的布局 Sam Navarro 今日美国体育 纽约大都会对 埃德温迪亚兹赛季保销的连环效应 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让大都会对老板和球迷最伤心的一幕 是迪亚兹在庆祝球队胜利时不慎受伤 右脚刃带撕裂 新赛季他应该根本打不上球 更不用说这个行业的替补投手了 2125万的最高薪水直接浮出水面 更重要的问题是 谁来关门 毕竟迪亚兹是公认的头号终结者 大都会花重金打造了一支以夺官位目标的球队 其防守效率真的很难完全匹配 目前高层制定的方案是换上大位 罗伯逊 这位38岁的老将过去一直徘徊在接力和解围之间 他已经过了技能的巅峰时期 他主要依靠高质量的曲线球来解决击球手 上个赛季 控球有点走样 他的flip达到了3.58 压制力和迪亚兹史诗班的0.90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而且赛季前千下罗伯逊主要是考虑到上赛季牛棚过于依赖三头手 深度有些欠缺 不足的 增加人手以降低风险 现在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原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在赛季中期 球队高层可能需要促成一笔交易 寻找一个靠谱的终结者 避免赛场上频频开火的场面 后来的回合并破坏了记录 Jazz Chisholm Jr.本赛季在外场跑动 美联社照片Lin Slaggy Miami马铃鱼 防墙封未必是好事为了挽救联盟垫底的进攻火力 球队上赛季OPS排名第27 马铃鱼队在冬季古墙后调整了现有人手的防守位置 并以优化线下输出位最终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赛季的外野手是Jazz Chisholm Jr. 他上赛季从头到尾都是二游 其实他在小联盟以来的外野防守经验是0 等于大胆尝试 游击区游内野手乔伊温德尔接管 之前对二类和三类比较熟悉 游击手偶尔也会用到 新加入的高级机球手Jean Zegura 职业生涯初期担任游击手 后期专注于二类 于是本赛季马铃鱼队高层让他站上三类 一个比较陌生的防守位置 交易来的新科风陷王路易斯 阿拉斯是一名场内场外都能防守的工具人 但他先进的防守数据是当他是一类手时更引人注目 在新球队他将从二类起步 中线防守薄弱的问题可能会被放大 看完上述令人眼花缭乱的防守布局 原本属于联盟中有水平的马铃鱼防守 新赛季将大幅下修 以牺牲防守为代价提升进攻 这似乎有点像失去彼此 麦肯齐、戈尔成为华盛顿国民队的亮点之一 摄影、Megan Briggs、华盛顿国民队 镜头全部覆盖管理合同即将到期 已经宣布要高架出售球队管理权的老板勒纳家族 在没有大力度补强的情况下 直接收了荷包 王拍投手斯蒂芬 斯特拉斯堡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因商体呈结束 只剩下领取高薪的职能 上赛季惨败107场的国家队 本赛季如无意外也将进入百胜俱乐部 重建之路遥遥无奇 国家队的阵容还真是不上台 送走胡安索托后 阵容可以说是支离破碎 成为少数亮点之一 大吉许许打名的乔伊 美内赛斯将年满31岁 不在未来的蓝图中 只能希望万众主目的小江凯伯特 鲁伊斯和CJ 艾布拉姆斯能够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 磨练自己的潜力 投手的轮换也是槽点满满 特雷沃 威廉姆斯和查德 库尔这两明星员明显缺乏球权 同样也只有前选秀秀麦肯奇 戈尔才有机会在华盛顿慢慢开花结果 但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调整 毕竟他只是一年级的学生 控球能力也有问题 发现优势比发现弱点更容易 因为他可能用两个手指头就能数出来 布莱斯、哈珀的伤势人在恢复中 摄影、千诺俱古、费成费成人队 两个竹炮正在养伤去年 他以黑马的身份一路过关斩江 闯入世界大赛才落败 费成人队利用了热铁 修赛奇 他们不仅花重金拿下了明星游击手特雷亚 特纳的争夺战 还补强了饱受诟病的牛棚赛 两名终结者克雷格、金布雷尔和格雷格里 所拖已被引入首位最后一层 看来这个赛季很有希望 继续阅读报告 然而在3月23日的一次滚动防守中 一雷首里斯或斯金斯不慎受伤倒地 经过检查 却认识前交叉韧带断裂 随后进行了手术治疗 赛季确定全额报销 其单赛季30%左右的掌打输出将难以填补 费成人队员主力之一的布莱斯 哈破因任代受伤不得不接受汤米约翰手术在他的手中 按照他的康复进度 最快也要等到明星赛之后才能归队 也就是说整个上半赛季肯定少了两把很有威胁的重炮 给球队蒙上了一层阴影 费成人队的季后赛之路 雅虎体育专栏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不代表雅虎其魔力场 必备春游必备到货速速到货 出游必备超质感随行杯两件999美元不怕雨季不怕 Poladium防水靴现在献杀 关注MLB新赛季开始大联盟新赛季的大问题 美国东部联盟大联盟新赛季的大问题 美联中央赛区大联盟新赛季的大问题 美联西部精彩的体育视频